明天中午吃完午饭准备来这里打山泉水喝 突然发现这水里怎么有两个红色的小鱼呀 咦,这里怎么会出现这种红色的小鱼 你们看一下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鱼吗 把另外一只也抓起来看一下 这鱼我有一点不认识呀,你们认识吗 就当我眼睛往上面看了一眼之后 我又发现这上面怎么也有红色的小鱼呀 这些小鱼可能是上面鱼塘跑出来的 这个水沟也没什么水 可能它们被搁浅在这里了 这里还有一只红色小鱼 赶紧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不然在这里都要领盒子了 咦,这里怎么有一个乌龟 呀,这个乌龟身上好臭 可能已经领盒子了 那就送它回故乡吧 现在去上游看一下 还有没有需要被拯救的小鱼儿吧 一上来就看见这里有两个小红鱼被搁浅了 赶紧把它们给拯救起来 这上面还有一个水坑呢 不知道有没有小红鱼 看到了,水坑里又有两个小红鱼呢 赶紧把它们给抓起来吧 这些小红鱼真的是太可怜了 这里还有一只赶紧也把它抓起来 现在话不多说 看看上游还有没有需要被拯救的小可爱吧 一上来就发现这里有一只澳洲大龙虾 你们看这个块头大不大 感觉都有两斤多了 快看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红鱼蹲在石头后面 把石头扒开把它抓出来 这个小红鱼的颜色还是红白相间的呢 你们觉得这只小红鱼好不好看 继续去水沟上面看一下吧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还有没有从鱼塘里面跑出来的小红鱼 大家快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一只小龙虾吗 这个小龙虾的颜色怎么是红色的呀 你们见过这种颜色的小龙虾吗 它的颜色就像是被煮熟的小龙虾 就当我准备提上盆回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青蛙吗 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这种品种的青蛙 你们大家有人认识这个青蛙吗 如果有人认识的话 记得告诉我一下哦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 赶紧把它们都先带回家吧 都有半个月没来看我的鱼缸了 也不知道鱼儿们都怎么样了 呀 鱼缸的水怎么变得这么绿了呀 都跟你们头上的颜色一样了 鱼儿们都还是挺活跃的呢 我去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我靠 这不是我的胡子鱼吗 怎么会这样 它身上还有很臭的味道 这是什么情况呀 由于家里没什么鱼了 所以我就来到了村里的水沟 来看看有没有鱼儿抓 咦 这个位置怎么有两个黑色的东西呀 我去 这个东西怎么不动了呀 而且它们身上都没有水分 身上干巴巴的了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吗 看看有很多这种干巴巴的小东西 这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来下游看看 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活着的鱼儿了 咦 刚刚是什么东西爬过去了呀 我去 这不是刚刚那个干巴巴的小东西吗 这纸竟然是活着的 它旁边还有一个粉色的小甲鱼 赶紧抓起来吧 给桶里打点水吧 以防它领盒饭 现在继续沿着下游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被拯救的小甲鱼吧 你们看看 这里怎么有两个甲鱼啊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我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呀 赶紧放进桶里去吧 没想到水沟里甲鱼还挺多的吗 那就继续找找看吧 我去 怎么又有一个这个黑黑的小东西呀 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小甲鱼呢 赶紧都拯救起来吧 现在继续再去水沟里找一下 也不知道最后还能不能找到甲鱼了 我去 你们看看 这里竟然有三个甲鱼 一个大的 两个彩色的 真是不错啊 你们有这样抓过甲鱼吗 看看吧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哦 甲鱼好多呀 真是不错的收获呢 赶紧把它们给带回家吧 干完农活准备在这个水沟打水洗个手 我去你们看看水里有什么 竟然是一只白色的草鱼呀 这么大的收获必定要把它收入囊中之物 成功上获一个白色的大草鱼 你们见过白色的鱼吗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哈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就当我准备来这个干净一点的水沟洗手的时候 突然发现水里又有一个白色的鱼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还好把它抓起来了 给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这两个草鱼还是差不多的个头 你们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两只鱼呢 真的太奇怪了 给你们仔细看看 你们现实中有见过这种鱼吗 可能是从这个水沟上游跑下来的吧 可能这上游是一个鱼塘吧 我去你们看这里怎么会有一只大乌龟啊 这乌龟好像还在吃什么东西呢 天呐 这水沟也太惊喜了吧 竟然还被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只这么大的乌龟呢 不知道这上游还有没有鱼或者乌龟 抱着疑问的心态上去看看吧 你们看那个角落里是什么东西 好像又是一个乌龟呢 真的是一只乌龟 我去这里乌龟怎么那么多呀 难道也是从鱼塘里跑出来的吗 我刚准备去上游继续寻找一下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水给冲下来了 一个红色和一个黄色的 这不是两个小乌龟吗 怎么身上还是带颜色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呀 接着继续再往上游看一下吧 我靠你们看水里是什么东西 竟然又是一个大乌龟 看起来上面的鱼塘跑出来不少乌龟啊 我估计上面鱼塘的老板都要哭晕在厕所了 今天我在河边打水喝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面的草丛里怎么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赶紧用我的龙爪手把它给抓起来 怎么是一只小乌龟啊 我的天 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小乌龟 这也太奇怪了 难道这个小乌龟是故意在这里准备让我抓回去的吗 真的是太奇怪了 这个地方怎么会出现一只乌龟呢 你们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我去 你们看一下这里 怎么又有一只乌龟躲在这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出现两个乌龟呢 而且它们两个的体型还是差不多的 难道它们两个是夫妻吗 你们觉得它们两个是夫妻吗 再来看看河边有几个小水坑 来看看这些水坑里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吧 咦 你们看看这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呀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看一下吧 这东西看起来 怎么那么像乌龟呀 难道这个东西是刚刚那个大乌龟的孩子吗 你们觉得这个小乌龟是这两个大乌龟的孩子吗 我感觉应该是的哦 你们再来看看这里又发现一个小溪呢 也不知道这个小溪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哦 看看水里这个黄色的东西什么 好奇怪呀 于是我就赶紧用手把它给抓起来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是一只黄色的卡通小乌龟 这也太可爱了吧 你们想要吗 可以送给你们哦 看看我无意间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小水坑 里面竟然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长得好奇怪呀 你们看看见过这个东西吗 如果认识的话可以把它的名字告诉我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等一下还是回去了再研究吧 现在已经到家了 就把它们放进鱼缸里养着吧 希望它们都能快快乐乐地长大哦 好